娱乐圈众所周知的变性女性金星,真的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了,有着豪爽的性格,鲜纳的毒舌,把人这样的说不出话来,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。 敢说,敢做,任何明星都敢说出他们的黑历史,也可以把别人夸得天花乱坠,她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,一个敢于做自我的人。 其实金星以前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舞蹈演员,而且自己为了推广舞蹈就筹办了一个舞蹈班,报名的人也非常多,现在是金星秀的脱口秀主持人,因为幽默升曲的主持风格和对社会事件,以及对娱乐圈现象的犀利点评,收获了一大批东西粉丝,只不过因为她是变性女性受到了很多质疑, 一些网友也是不买账,买得很难听,但她没有向网络喷刺低头,而是勇敢的站出来扳机,还帮讲述自己变性的过程和心路历程,鼓舞了一大批想要变性的人群,给了他们很多的力量。 在中国这个对性别还是敏感的社会中,还是往前迈出了一大步,但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,不仅要从生理上彻底改变构造,还要保持外在的女性特征,就必须一直要服用磁性激素药物。 这背后其实也很心酸和痛苦的,一段时间不服用的话,就会胜利不适应并且反弹。 所以说已经51岁的金星,身体开始吃不消,慢慢无法吸收激素,停了之后很难恢复以前的气色了。 所以,现在很少看到他露面了,在我看来,金星真的是活出了自己的样子,人生仪式就是要活得洒脱自然,干嘛要压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呢? 并且为这个梦想勇敢的去做了,付出了代价也换回了财富。 只不过,停要以后,自己一直做女人的愿望还能否实现了? 网友们,你们觉得变性人到底该不该存在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